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路加福音第八章 听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了不听跟听 作为一个清楚的对比 首先耶稣讲一个比喻 是撒种的比喻 有三种土都是不听的土 路旁魔鬼来把这个道夺去 磐石 就是磐石地 就是没有根遇到试探 就苦干了 第三个是荆棘地 世上的思虑 钱财跟眼泪 把道挤住了 而无法听神的道 但另外一种是豪吐 是听了道之后 领受用诚实 用善良心 忍耐的就结识百倍 听与不听 何等的差别 接下来一个实习的例子 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兄在外面 呼叫耶稣 要耶稣出去离开 现在在讲道的情境 而耶稣很反常的 似乎无理地说 谁是我的弟兄姐妹 不是那个在外面 按着自己的血缘 来夸口的人 而是坐在这里 听神的道 又遵行的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 你发现 人凭着自己的血缘 是不能够明白认识神 而真正听从的 才是耶稣最亲密的至亲 至爱 接下来两个神迹 我们发现 在船上遇到了大风大浪 门徒非常的惧怕 害怕丧命 抓我们丧命的 而耶稣说 你们这小心的人 耶稣一句话丰富 风和海就平静了 而门徒大大的惧怕 你发现 门徒不听 听不懂 耶稣的话 风和海 却能够听得懂 耶稣的话 接下来格拉森人 被鬼附的例子 更是吊诡 鬼非常的惧怕 连鬼也听耶稣 求耶稣 后来进入猪群 投到山海 死了 而那个人要起来跟从 但格拉森的众人 却看猪的价值 超过人的价值 而把耶稣请走 你发现 猪 鬼 都听耶稣的 人 却不听耶稣的 何等的对比讽词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 医治 而一个人 他十二岁的女孩子 快死了 十二岁的女儿快死了 他请耶稣来帮忙 医治 而当耶稣快到了时候 而这个女孩子已经死了 耶稣说 不要怕 只要信 而众人拥挤 甚至吃笑耶稣 耶稣说 他不是死 他是睡了 众人是不听的 而耶稣期待我们信 而进到复活的恩典 路程中有一个十二年 血漏的女人 他用信心触摸了耶稣 得着了耶稣的意志 而耶稣说 谁摸我 门徒说 这么多人拥挤 你还说谁摸你 你发现 门徒听不懂 而这个血漏的女人 却听懂了 弟兄姊妹 这一个图表 我们看到 许多人不听 即便是母亲 即便是门徒 不听 但是 真正聆听 跟随的 就得着了 天上的福气 我们低头祷告 主要呼求你 把能听的耳给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看到神更超越的智慧 计划 让我们谦卑的听 用信心 行动 来触摸耶稣 经历耶稣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